因為大家都知道 知道有人不太想錄音 就放過去啦 是沒有人找我而已 我猜不到 就是我太過...太過... 太過...真的說不出 太過天真 這個世界上曾經我的 best friend 男朋友 他都跟我說 我老公應該不會偷吃 他立即... 這樣笑他出聲 然後說你不知道而已 首先我旁邊的是怎樣呢 我不說 大家記不記得 在2021年的9月 王力宏是違反了台灣防疫條例 他是去了他的好朋友家 就是這個徐若圈 去gathering 吃飯犯罪 就被媒體大肆宣傳說他 哇大哥 你自己在外地回去 你都不好好地規避 就是這樣去爆了 要罰錢的 哇...crazy 原來... 聽聞 看完他老婆封信 我有理由懷疑 徐若圈是他的sex partner 之一 那他們來了婚 我本身就問我老公 有什麼看法 但我們兩個都沒有什麼看法 覺得就是一個普通藝人 來了婚 夢中情人爆碼王子 包括我 就是覺得... 王力宏 王力宏想當日 他好像幫他前女友結婚的時候 做一首Forever Love 那時候是心情王子 我一這樣看都嚇到 徐若圈是他的SP 不是吧 是啊 不是吧 這個世界上 任何人說王力宏 是什麼 我都不會相信 那些人呢 之前說他跟李雲迪 是... 做一些活塞的運動 我都不相信 就好像你們說 張曉陽是 gay 我都不相信 如果這件事在他老婆的口中爆 你不會不相信 我都有點... 突然之間呆了 我剛剛打算睡覺 又來講Good Life 被他抓住錄音 突然之間跟我說 王力宏和徐苑有老 不是吧 那一開始呢 他離婚都炒罵了幾天 我都看過無數的報道 就是說 主題就是他老婆 和他老公 不是 他老婆和他媽媽 因為錢的瓜葛 當然 他有錢如他 就寫 簽了所有的婚前協議 令到他自己 可以保住他的身家 那他媽媽呢 就掌管了所有的經濟命脈 結了婚也是 到最後 他老婆 是因為看不慣 所有的種種 哇大哥 你把所有的矛頭 把我媽媽和你那裡 又是好像那個 小豬女朋友周陽青那樣 哇 整封千字文 等你死無葬身之地 首先 他只出了幾個點 他婚前和婚後 都在不同城市 有不同的sex partner 嘩 這麼誇張 想不到 真的 然後 他是跟一些 生了小朋友 有老公的女人 繼續做SP 然後還跟 那個女生 一起 因為可能 大家都是認識 大家都是朋友 然後跟那個女生 去欺騙她老公 如果我跟黃力宏 做朋友 我跟他說沒事 走來 兩個一起欺騙你 你都相信 什麼叫繼續 他們結婚之前 都已經是SP 又是那招 男人真的 這個世界上 為什麼會有人相信 男人放口說話 我對男人說 我會愛你一生一世 我不相信 哪有女人會相信 先不說之前 那個什麼 原情請叩叩 跟她那個老公 怎樣搞那二十萬 那些真是 那些醜醜醜醜 男人偷吃 又不想付錢 但是 王力宏很厲害 王力宏和吳亦凡有 異曲同工之妙 我這麼帥 你給我吃到 我 你撿到了 然後 一吊完戲 一心情王子 不是吊完戲 一造原愛 我們說得文雅一點 一造原愛 王力宏了 我不想拍拖 那 包括她老婆 她都是拿這招的 那她老婆 Day One 是她某個城市 一個這樣的角色 那她老婆 她老婆都挺厲害的 她老婆都 最後可以坐正 這樣 都厲害的 不過 男人始終都會 有 有 怎樣說 失手的一刻 就好像我這樣 喂大哥 她老婆 首先 知道自己是這個身份 都繼續忍讓 她宣佈結婚 有其他女人 向她 向王力宏 哭訴 有女人 是幫著她老婆 臉哭訴 說 我以為我跟王力宏 是在一起的 為甚麼你跟她結婚 驚不驚啊 心不驚 真的想當年 都過了很久了 是啊 八年前 但是 一直她是有叫雞 還要說王力宏 很清楚地 錄下每一條 這些 給錢的 所謂的性交易 女主角的特徵 包括她們有個 她自己的喜好 口味 還有這個 性服務的女人 像我們身邊的哪個朋友 她這樣都有錄下 嘩 這樣也挺變態的 正常人也不會這樣 當然不是 好東西當然要錄下 大哥 你也要錄下 去完OpenRise哪一間 哦哦哦 那插下報告也就是 有些人真的很喜歡寫 我真的覺得 我不會 很懶 我真的有了 大家坐下她了 真的很神奇 王力宏 叫雞 還有SP 她包裝得太好了 你告訴我 陳冠希又玩女人 我當然是相信 張柏芝又出去玩 當然是相信 但Day1你和我 告訴我 阿嬌又出去玩 我真的很驚訝 王力宏 優質偶像 當年 阿蘭子 是怎樣飛撲 想抱她 我也是覺得她 遙不可及的 鋼琴王子 但是 我真的沒話說 原來王力宏 都是一個仆街 我想問一下 周杰倫 是否其實都是這樣 我覺得娛樂圈真的是大眼光來的 還有娛樂圈我想 肉體那種 互相吸引力是很大的 那個都靚仔靚女 那不是你吃我 就我吃你了 可能她本身是純情 入到這個大眼光 被很多姐姐妹妹 探完之後 可能都覺醒了 救命啊 首先如果一個女人 婚前要和你簽了所有的協議財產 各自 然後王力宏 是超級簡單的 即是沒有名牌 即是她家裡都見到 之前 黑人神見周去元都說 哇大哥 為何你可以撲數到這樣的 更加沒有什麼華衣美服 她有三個小朋友 你想想八年間生三個小朋友 真的很辛苦 還要照顧 自己照顧 外國是不流行那些 保母 姐姐 我不知道她媽媽有沒有幫忙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 她有老婆 我堅持生三個 但生完三個 你告訴我你想回復單身 你想追求你的真愛 哇我真是陪你 摸彈彈波 我真是 兜巴車過去 我都會 那不是每個男人都享受 或者可以捱過 有小朋友的家庭生活 那為何你不跟我說呢 一個你發現不OK 那你就跟我說 為何要給一個這麼好 滑過這麼漂亮的餅 給我 叫我生完三個 你說你想 回復單身追求真愛 喂 可能那個餅就是生三個 三個就完 對不對 那就是這樣的 有很多人可能 突然到每一刻 突然覺得 哇很辛苦回到家 哇很大鑊 不想回去 那就走了 每個人都有肩子可以 背起一頭家的 男人尤其是這年代 尤其是青亮白正那些 又這麼帥 那些 其實基本上外面這麼多人 永遠 追尋真愛 一定開心的啦 又誰沒有試過啊 那 都引了向前走的 那我覺得 將來他的子女 怎麼對他 他都會受犯的 這樣玩法 哇 哇 徐若瑄呢 真是想不到 他老婆竟然一下子爆了他出來 因為他老婆很清楚地指出 他其中一個個重甚密 有些不正常交往的就是 之前新聞 說他飛奔去那個女生家 聚會 冒著這個被人告 就是告他這個沒有防疫措施做好 的情況下 就是爆了徐若瑄在SP 嘩 任司也不甩 徐若瑄 真的好拿正 徐若瑄 都不懂得說 都 基本上 由我第一次看到他 到今時今日 都還是好拿正 那 我明白 我力運 沒有這麼大的風險 真的 哇 我也是在回味著我這個shock 那 啊 先消化一下 啊 我都繼續在這個shock上 彈得我神魂頂倒 這個新聞 近期 我想近一年 娛樂圈最大的掛 就是你告訴我 羅之祥 和這個桃節 各個這些所謂的一線的男星出軌 在每個城市有不同的女兒 我真的覺得 no big deal 王力宏 啊 老闆 那 我覺得他這個老婆呢 是一個都挺好的 先不論他 是不是一個好老婆 首先他肯定是一個好媽媽 和張柏芝一樣 全年無憂做這個保母 老師 這個清潔姐姐 司機 總管 伴侶 特別助理 他是做好他每一個身份的角色 即是男人 經常拿一些言語的暴力 又或者拿一些經濟封鎖 那麼一個女性 跟你一起這麼多年 八年 大大話十年 她離開了這個職場 然後 叫做打你份糧 那個男的給家用 那你是說 所有東西 我說 那間屋是我的 那間車是我媽媽的 那間工作上的事 就是由我專業團隊打理的 任何一切的事 都依附在一個男性的 剛才 我相信 其實有些人會挑戰她 她這樣去公開她老公 斷她老公後路 或者造成一個不可逆的毀滅 是不是不應該呢 我覺得其實作為一個女性 作為一個老婆 我引釀了你八年的婚姻 甚至我知道你婚前都是 這麼不堪的過去 我都選擇跟你在一起 我安守本分 做一個好媽媽 照顧三個小朋友 到最後 你堅持要離婚 即是你連我啞人 給你回家的角色 你都要剝奪 要追求你 說你遇到真愛 不想令到對方是小三 被人罵 然後要選擇放棄三個小朋友 和老婆 嘩 這種是不是渣中之渣仔 我覺得她比其他幾個 絕對比小豬 絕對比吳亦凡 嘩 這條粉皮 她媽媽也是 兒子結了婚 整天都要抱著銀包 說要財務管理 然後人家已經有一個小家庭 即是那些媽媽 所有奶奶都是 如果在兒子結婚之後 都不懂得 處理自己 應該是甚麼地位 甚麼角色 是一個輔助 還是一個主導 即是連這麼簡單 都不懂得她分 那就真是 我不知道她接受了甚麼教育 還有她 不會幸福 這樣的家庭 等她還 王力宏 還製作了這麼多 這個 繪迫人口的好歌 現在都很諷刺 大家可不覺得 所謂的公主童話的故事 都是假的 唉 唉 看回她 兩三年前的新聞 王力宏 曬了一些爆肌照 然後還寫著 她說 要練到幾大隻的老婆 才會注意我呢 哇 原來其實 那些照片 是同一時間 發給不同的女兒 這種感覺 真是 背脊涼都上後尾枕 我絕對明白了 那有些人就說 有女兒萬事足 為甚麼 靚仔如 劉德華 吳彥祖 周杰倫 是不是所有這些 好爸爸好老公 好情人 好丈夫 的image 都是假的呢 王力宏 四大招牌之一 生了女兒 變成女爐 都是假的 其實那三個 我不想相信 Daniel 和劉德華 是假的 你告訴我 我不會想相信 就正如當初我們被告知 原來這個鄭秀文和許智安 的童話愛情故事 是假的時候 我都覺得 好爆喔 我還記得那天 一發這宗新聞出來 我們的同事 每個都嘔嘴 噢 不是吧 我相信當初 如果沒有影片 事情不會那麼爆 還有不會那麼多人相信 有很多人都在吹 那不會有人相信 狗仔隊 或者娛樂新聞有多少是真的 Day1 我都不相信 和鄭忠基結婚 不相信他們有一起過 我都以為是吹吹 嘩 後來爆出原來結婚 好東西 真是 那現在看回她之前的新聞 說她那個女兒出生 她抱著那個女兒 那種慈父 現在是 很諷刺 這麼多的家庭溫暖 都不能夠挽回 她的淫心 真是淫根要切 怪不知不知道 她之前出這個律師信 告這個網民造謠 說她和李雲迪的BL情 這個雲迪亂追究到底 那她老婆一夜幫她徹底證實 她不是喜歡這個男性 唉 等她之前 幾日前 三日前 她出個聲明說我做的不足 實在太多了 都很遺憾這八年的婚姻 和平分手 想不到她三日後 她老婆一頂她不信 覺得 終於要 等這個世人知道 王力宏的真面目 有很多人就說 她老婆洗手煮羹湯 沒有自己的經濟能力 但其實王力宏的老婆李靚蕾 還是李千妮? 她的背景也是很厲害的 她是高薪厚的 第一天她好像是高盛 李千妮早在2004年 已經在美國著名長春藤大學畢業 獲土木工程理科的學士學位 後來再在哥倫比亞大學 公讀博士 博士不是碩士 畢業後 還要在美國的摩根大通銀行 任職分析師 哇厲害 短短兩年來 已經升任這個諮詢服務部的 助理副總裁高薪後職 我相信如果她繼續走下去 她這條career path 絕對是不會差 這個做某某公司 繼續去其他公司做這個私人總裁 是絕對是指日可待的事 她的身材還很好 有樣有身材 但是就是為了王力宏 還要簽了婚前財產分割 我相信婚前她領不到一分一毫 婚後我覺得她也不會分得很多 在王力宏 在她的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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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離婚 究竟她可不可以有足夠的善良費 去撫養她三個小朋友 就真的要等下她打官司 希望王力宏不要 因為她老婆出了這份文 而小小的家庭溫暖 應有的彼此最後的尊重都沒有 有些人看到她們的平台 近兩年已經很少一起合照 社交媒體幾乎零互動 最後一次有對方的相片 已經是2019年6月 兩人最後一次的合照 已經是2019年4月 兩年 捱兩年才選擇離婚 我相信她老婆 是獨自承受了很多很多很多 我一個小朋友 我都覺得很辛苦 三個小朋友 唉 真是不知道怎麼說 45歲的王力宏 還想玩到什麼時候 有時不是一些渣男 老了 沒有一個小朋友去照顧 而是一些渣男 根本是在他兒時的時候 他都沒有給一個足夠的父親 關懷溫暖的角色 那你又怎麼可以 期待那個年輕人 將來大了會好好孝順你呢 45歲 希望可以玩到郭闊成這樣 總有一天 她懂得珍惜什麼叫做家庭溫暖 什麼叫做親情 而多過她子孫筋帶來的快感 我都真的無語了 這宗新聞 作為一個別人的媽媽 我看完她這一篇千字文 其實 你說她搞不搞事 照不照記 MSP 都可以忍的 其實女人的包容力真的很大很大 但是有一件事 我覺得如果我是她老婆 我都一定不會忍 還有我都會很肯定 我絕對是會好像她老婆 弄這封千字文 告訴世人 她就是一個禁渣的仆街 你搞其他女人是一個價值觀或者道德觀 而她生了三個小朋友 每個小朋友生日缺席 重要的節日缺席 每次一走是幾個月 她說她老婆 她看到她小朋友心碎地哭 哭到在她懷裡 她老婆的心都碎了 一再的忍讓 只會令她小朋友是一個不好的示範 她以為她的啞印會帶來小朋友的幸福 原來只不過是令到她的小朋友患得患失 一次次的失望 只要在乎的事情 就一定會有時間 台灣有一個又是剛離婚的 叫李科太太 又是因為Long D 老婆不肯去美國 老公不肯回台灣 最後也是離婚的 李科太太也很紅 香港的朋友應該不認識 當時王力龍說愛她 現在她說愛孩子 其實男人說愛是一秒 做是幾分鐘 真的要實現在生活上 是一個很難 還有需要很多力去實現這件事 才會有一個愛的家庭 像陳豪那樣 為何她不回大陸 像陳小春 張志琳 那樣淘金 就是因為她想不缺席她小朋友的成長 這些就是好男人 唉 真是慎選 如意浪君 姐妹們 我們可以堅持很多很多的傷痛 但不想把這些不開心 轉嫁在小朋友 或者她們的成長道路上 對這個人很失望 對這個人 她老婆封信 也提出了一句 淡淡然地戴過 她說 希望各自安好 好身尊重 她就希望王力宏 能夠戒了 對她自己身心都不健康的習慣 那是否吸毒呢 是否吃大麻呢 那無所謂的 還掉在外國 王力宏長忌 蹲在外國 帶上合法化的 那究竟是甚麼不健康的習慣 那就沒有再著墨了 唉 她老婆都說 要善待自己 她會重生 希望做這個小朋友 最堅強的依靠 和最好的榜樣 其實 就算她們離婚 對她的生活 根本就不會有影響 因為這條仆街都是幾個月 才回來看一次小朋友 可以不知突然去了哪裏 完全是失聯 和SP去喝酒狂歡 都可以做一出 那小朋友重要的moment 節日 生日 我相信很多那些 畢業禮 表演 小朋友的學校演出 她一定會缺席 作為一個這樣的爸爸 有和沒有 都沒有問題 那我相信 她老婆 李小姐 作為一個這麼有學歷 學到博士 還有曾經在美國的 工作經驗 重返職場是一件 比較容易的事 不像很多 真的完全沒有學歷 沒有能力 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女人不同 有的路 永遠可以走 只是看看大家怎麼走 有得選 很重要 走到水窮處 助看雲起時 到了深淵 今天以後的每一天 只會是愈來愈好 這句說話 勉勉自己 也勉勉所有正在經歷人生磨爛的你 願我們無論經歷什麼都相信 Life is 10% what happens to you and 90% how you react to it 祝她老婆和三個小朋友 永遠生活開開心心 我們曾經做過王力宏粉絲的 都覺得shame on 真的很醜 三個小朋友是無辜的 希望接下來媒體 或者所謂的傳媒 都一定要善待王力宏的家人 當然王力宏除外